文化室 文化公开课 隆重登场 给名家八分钟 他们能否打动你 浓缩的思想精华 读取魅力的观点表达 微演讲 大智慧 文化室内文化公开课 一个全家受看的 爱思想的节目 敬请关注 我们家家风就是 别跟老人顶嘴呗 不啃了 啃爹 家风倒是家的习惯作风 老外又 小姐父母 像微乏乱吉的这样的 像气的老人 那家肯定不准备 一个家的故事 一段家庭的记忆 无论我走到哪里 我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好好做人 好好唱歌 不能不蹭 三十一天 立志冒进 家风塑造心灵品格的无形力量 小成靠智慧 大成靠合体 家风建设幸福家庭的心香之气 站在现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坐标 去畅想未来 家风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源泉 希望每一个家庭都有好的东西 每个家庭都好了 社会就变好了 家风是传家宝 也是新风上 是优良传统的代代延续 又是传承千年的精神尺度 文化试点 文化公开课 家有家风 敬请关注 郎永存 中央电视台新闻播音员 因主持央视五间节目新闻三十分而走 主播台上知性而严谨的郎永存 在生活中则是一个体贴而深情的账戏 2011年 妻子吴平被查出患毒腺癌 三年来 郎永存对妻子不一不器 全家人共同抗癌的故事 感动了很多人 2013年2月14号 郎永存和妻子吴平合著新书《爱永存》发布 这是郎永存和病中的妻子吴平合著的随笔集 夫妻双方用各自的视角 分别与中美两地写下近年来 关于家族婚姻教育的辛勤感受 家风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 他的这种生活的习惯 文化的传承 价值的判断等等等等的一个灵魂层面的一个体现 所以我也希望通过我对于家风的理解 对于我个人的一些小故事的分享 来跟大家分享我对于家风的一些感受 一些感悟 掌声有请演讲嘉宾 郎永存 大家好 也看到了很多小朋友 还有很多和我年龄相仿的家长 大家说一下你们对于家风有什么样的认识呀 可能每个人对于家风都会有不同的体会 我觉得家风可能就是一个家庭 一个家族 他的根 我想先讲一个发生在我身上 去年我的夫人经过了肿瘤医院的治疗之后 决定到美国休养 这次要到异国他乡去 夫人呢就在网上租了一个美国家庭的房子 只是这个家庭里面的其中一间小小的卧室 在一个下雨天 我带着他来到了这个有200多年历史的小房子 进入到这个家庭之后 给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眼帘的 是在这个家庭里面的很多房间里 都有很多古老的照片 在他们的餐厅里面还摆着一些让我觉得瞠目结舌的一些物件 相当有历史感的 黄铜的小小的煎锅摆成了两排 这个家庭里面 他的那个壁炉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让你感觉到有一种历史感 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 我们看到了他们对于历史感的这样的一种认同 而历史感 其实也让我在那一刻那种忐忑的心放下来了 我觉得我们的心在那一刻是相通的 因为历史感可以让我们的家风 让我们的灵魂 让我们的生活 找到我们的寄托 有的人可能会说 哎呀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家有什么样的家风 我们都是随意生长的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稀里糊涂的 一代又一代就这样过来了 比方说 我的一些朋友 还有我的同事 见到我的儿子会说 哎呀 这个孩子吸取了 你们夫妻俩的优点 从长相上来看的话 跟你简直就是 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我说他只说对了一半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表面上来看 他的长相是和我几乎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他的性格也有可能会接收到我的相当相当多的遗传 因为他在用自己的小眼睛 在偷偷的看你 你在说什么 你在做什么 我怎么样去模仿你 我怎么样去学习你 在这个过程当中 自然而然的 就可能会把你的一些性格的特点传承下去 比方说我比较爱看书 爱看书的这个特质 实际上是从孩子的爷爷 也就是我的父亲 这个身上传承下来的 在我的印象当中 我的父亲是一个特别爱看书的人 那么对于传承而言的话 我就在思考我怎么要把我们家庭传承给我的这种爱读书的习惯交给我的孩子 比方说我在02年装修的时候 他那时候只有三岁 我在他的房间里面就给他专门设计了一面墙的书厨 那当然在我自己还有一个书房 在我们的阳台上还专门在两个侧面设计了两个书厨 这就让他感觉到他被书包围着 每天我工作回到家了之后 我就会和他一起来看书 来看报 让这个孩子也有模有样的 养成了一个读书的习惯 当然我们知道对于独生子女而言 他有很好的生活 他很难知道什么叫坚韧不拔 很难知道怎么样不畏艰难 你除了营造这样的一个环境之外 还需要有自己的身体力行的一些传递 比方说我在去年 我参加了一次马拉松的比赛 其实在训练的时候 教练就说 你这个不适合跑马拉松啊 你从来没有跑过这么长的距离 并且你膝盖有伤 然后又是扁平足 但是我觉得我既然在孩子面前 说我要干这件事 我就要坚韧不拔的把它完成 经过了一系列的伤痛和一系列的锻炼之后 我跑上了这个赛场 五公里跑下来的时候 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筋疲力尽 很想放弃 但这个时候我知道我不能放弃 这个时候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跑 而是我和我的孩子 我和我的家人一起在跑 虽然他们不在这个跑道上 所以我在脚磨出了炮 这个膝盖的老伤又复发 等等这样的一个挑战面前 我坚持着跑下了十公里 当我以这样的一个成绩 告诉我儿子的时候 儿子很长一段时间 他理解了什么样叫坚守 什么样叫坚持 什么样叫坚韧不拔 只有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行动 才会影响到孩子 他才能够真正的去意识到 自己要像什么样的榜样去学习 在他刚刚上初一的时候 学校里面要举办一个成人礼 要父母亲给他写一封信 所以我和妈妈就商量 要给儿子写一些我们的要求 在这封信当中 我们提到了五点要求 这其中包括珍惜友情 包括不畏艰难 包括勇于担当 还有包括学会分享 还有包括要不断的丰富自己的青春 那在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对于男孩子来讲 我觉得就是勇于担当 今天我们给他做出了一系列的要求 我相信明天所有的这些要求 都会成为一个烙印 在他的身上得以体现 哲学家告诉我们 我们作为一个人 要去不断的去追求 我们从何处来 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们未来想何处去 其实 加风就是能够告诉我们 我们从何处来 又能够让我们坚定希望 站在现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坐标 去畅想未来 祝福所有的朋友 能够从加风当中 汲取更多的营养 让我们有更多的力量 飞得更高 一个家的故事 一段家庭的记忆 无论我走到哪里 我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好好做人 好好唱歌 不能不蹭 三十一天 力志梦尽 加风能塑造心灵品格的无形力量 小成靠智慧 大成靠何行 加风建设幸福家庭的新乡之气 站在现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坐标 去畅想未来 加风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源泉 希望每一个家庭都有好的东西 每个家庭都好了 社会就变好了 加风是传家宝 也是新风上 是优良传统的代代延续 又是传承千年的精神尺度 文化试点 文化公开课 加油加风 敬请关注 他以周恩来总理为人生榜样 他为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向总理靠拢 他每天去研读他 走近他 看他的资料 为他的台词 与他的心灵对话 他把周总理的精神化作自家的加风 为女儿言传甚教 他就是扮演周恩来总理的特型演员 刘静 周恩来总理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加风的传承 我每次做到他 我觉得都是对自己心灵的一种进化 只要我们重拾这种加风 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这种东西 从我做起 每个人都做好了 我们这个社会就和谐了 掌声有起演讲嘉宾刘静 大家好 我是演员刘静 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加风加训 说到我自己 那肯定 就得谈谈我的这个家庭 我是出生在这个四川的阿爸藏族羌族自治州 非常美丽的地方 三个姐姐爸爸妈妈 很宠着我 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在家里边就像熊猫一样 所以后来我爸爸妈妈就觉得 这个孩子如果这么下去 我们大家都爱他 他身上的爱太多了 将来会不会有出息啊 怎么办就想了个办法 然后后来才知道 就要培养我的这个爱心 培养我的责任感 培养我的敬业精神 最多他们就给我买那什么呢 就是那个刚刚孵出来的小鸡 小鸭 那时候我也爱玩嘛 你看这个好 那么可爱的小鸡 小鸭 就天天跟他们玩 玩玩玩就玩上感情了 那时候后来一直到上去上小学 到初中 我最大的一个爱好就是养鸡养鸭 其实我干错行了 我应该去当开个养鸡场 养鸭场 肯定也挣钱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 我爸爸妈妈 我挺感谢他们 就是在我小的时候 给我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来教育我 来感染我 来让我有责任心 因为我演总理 得到观众的认可 也受到了很多很多的这种 观众的这种知识和爱戴吧 爱护 蘸了总理的光 我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演员 但是因为你演了总理的角色 你站到伟人的肩膀上啊 伟人的光环也照亮了你 所以我说我很感恩总理 后来我有了女儿 那么我跟总理这么有情缘 我说我一定要让他知道 他父亲是扮演总理的 周总理的 他父亲对周总理的爱 对周总理的敬仰 我一定要让他在我们家 起码我们家的这个家 家族里面 我的一代得的延续下去 后来跟我爱人商量 后来就取一个名字 跟总理一定要 一定要站上边的 周恩来 那就把那个恩来 这个名字倒过来 莱恩 就是让他永远不要忘记 对总理的感恩 所以说 我说这就是父母啊 可能你从各个角度 都能体现 家风 家训 家教 说到总理 我觉得周恩来总理 其实是最好的一个 我们民族文化 民族这种传统 尤其是家风家训 这个方面 他是一个践行者 他虽然没有孩子 他和邓大姐没有孩子的 但是他有侄女侄儿 他的一个侄儿叫周炳君 和周炳仪 那个时候在巴依小学上学 那么到了放假的时候 第一天 同学都走了 走了不少了 第二天又走了不少了 他就想等着这个 拜拜 那个和他伯母派人来接他们 回到习华厅啊 放假了 就第一天没有来人 第二天没有来人 妹妹小就哭了 你看人同学都走得差不多了 后来哥哥就着急了 就写了封信 伯父 伯母 我们已经放假 来学校接我们一下 派个车 因为有行李 他也不知道地址 就写了一个中南海 邓尹超 就投到油桶了 那个时候很快啊 主要是不塞车 那时候车少 很快下午 邓尹尔姐就收到信了 打开一看 哎呦 忘了 赶紧去接 就让家里的人去 一个叔叔去接的 骑个自行车 到巴依小学去接 你接后来 这两孩子一看说 你怎么没开车来啊 我们有行李 不是说有行李吗 叔叔说 你爸爸 你那么忙 他要用车 你走 我给你弄 雇个三轮车 就雇了两辆三轮车 一人坐一辆 有行李吗 有箱子 有杯盖酒 什么的 就回到计划厅了 小超大姐 就在门口接啊 哎呦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忘了 这个因为太忙 忘了来接你们了 受委屈了 后来说 你怎么没派车来啊 他有点委屈嘛 这个哥哥 你看我们那么多行李 大姐就说 这个车 是拜拜 工作忙 公家给配的 你们 永远不要想去享受 拜拜的这个待遇 你们一定要记住 你们只是个学生 这些小故事 就是说他们到现在 他们回忆起来 就觉得对他们的那种 那种教育 其实就点点滴滴 让他们知道了 就作为总理的侄儿 侄女 总理家的人 周家人应该怎么做 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他的一个 也是一个他的侄女 周炳健 在内蒙古插队 那个时候插队是很苦的 大家都想回城嘛 但是呢 参军是一个最好的路子 这个后来他通过自己 就是报名公社推荐 最后这个体检 镇审 全通过了 高高兴兴的 就回北京了 准备入伍了 就要跟拜拜伯母一说 那总理马上就意识到 他说你这个入伍 是不是别人看到我们的面子 批着你们入伍了 他说没有啊 我们是通过公社推荐 我报名嘛 正常程序来的 一步一步来的 我也没说 我的伯父伯母是谁啊 所以说不 现在农村 还有那么多的插队的青年 他们都没有当兵 都没有回城 你为什么要先走呢 我建议 你回去写一个报告 写个申请 把你这个入伍的这个名额 让给那个更需要回城的 更需要到部队去锻炼的 你的这些知心们 他们最后也很听话 回去以后就写了一个申请 还真是就 又回到了这个 内蒙古草原 继续当农民 而且一当 几乎当了大半辈子 他们就觉得 像总理啊 像邓大姐 他们这一代人 他们的职位那么高 德高望重 但他们很注意身边人的 教育 就这种 严于利己的这种传承 有一句话不是说吗 小成 靠智慧 大成 靠什么 靠德行 每一个家庭 都有很好的家风 家心家教 你想 我们这个社会 它是不是就和谐了 谢谢大家 看什么戏呢 怎么半天这个 比也不批啊 半工效率太低了 我把你建台电脑算 您家有家风啊 我们家有家风啊 您家前后窗户开开 有穿堂装 你看 我是来自 充正文工团的青年演员 我叫刘和刚 第一堂课 我的老师送给了我两句话 好好做人 好好唱歌 文化是你 文化公开课 隆重登场 给名家八分钟 他们能否打动你 浓缩的思想进化 独具魅力的观点表达 微演讲 大智慧 文化是你 文化公开课 一个全家收看的 爱思想的节目 敬请关注 一个家的故事 一段家庭的记忆 无论我走到哪里 我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好好做人 好好唱歌 不能不蹭 三十亿前 立志满进 家风塑造心灵品格的无形力量 小诚靠智慧 大诚靠合 家风建设幸福家庭的新乡之气 站在现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坐标 去畅想未来 家风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源泉 希望每一个家庭都有好的东西 每个家庭都好了 社会又变好 家风是传家宝 也是新风上 是优良传统的代代延续 又是传承千年的精神尺度 文化试点 文化公开课 家有家风 敬请关注 他才华横溢 淡定从容 他儒雅潇洒 还有点小幽默 他就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 康震 对于古人的家教家风 康震又有何独到的见解 我觉得这个人的第一步教育 都是在家庭里面形成的 你的性格的形成 也跟你的家庭有很大关系 所以即便你后来走向社会 飞得很远 飞到外太空了 但是你身上携带的因子和DNA 特别是你家族的DNA 永远在你身上烙印着 这也决定了你在外太空 是什么样的行为方式 是什么样的道德水平 所以家风同样重要 掌声有请演讲嘉宾康震 大家好 今天说说嘉风的事 这个嘉风啊 有自觉的在总结的 也有在不自觉当中形成的 归根结底 所谓嘉风就是一个家的精神 一个家里的风格 一个家的生活方式 一个家的道路方向 比如说吧 苏氏六十多岁的时候 被朝廷要流放去海南岛 他临走之前呢 就给自己的朋友写了一封信 信上说什么呢 信上说我这回去海南岛啊 绝对是万死不能北归啊 肯定是活着回不来了 所以我跟我的孩子们都告了别 告别之后呢 只让小儿子跟我过海 去海南岛 我到海南岛 第一件工作就是挖坟 第二件工作呢 就是准备棺材 古代啊 古代的时候 有个人叫严林济子 这个人带着他的儿子到齐国去出使 回来的路上 他儿子得了病死去了 就把他的儿子葬在了齐国 并且在那儿为他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葬礼 那苏氏的意思说 过去古人跟他的儿子外出 他儿子得病死了 他父亲把儿子葬在外边 没有葬在家乡 现在儿子把我葬在外边不葬到家乡 也是可行的 苏氏的家风 那在心里边明确讲 就是什么呢 就是生不弃冠 死不服咎啊 就是说我们的家风 没有那么严格 非得扶着灵鹫回老家 没事 就把我葬在海外吧 这是他在遭难的时候 对待孩子们说的话 这样的话 你说他算不算个家风呢 他也许不能算个什么家风 但是说明了一种 面对困难的时候 在给孩子们交代后事的时候 他不但是无所畏惧的 而且是什么 表现出一种非常豁达的心境 这样的心境是会影响到子女的 宋代的欧阳修 这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父亲生前做官的时候啊 有一次在这个灯底下 批这个公文 就下不了这个笔 老在那皱着眉头叹气 这个欧阳修的母亲就问他 问他的丈夫啊 说你叹什么气呢 怎么半天这个笔也不批啊 这办公效率太低了 要不你借台电脑算了 欧阳修的父亲说啊 这是个死刑犯 我总想给他找条活路 找不到的时候啊 我这笔就落不下去 所以就是说 凡是遇到这种重刑犯 死刑犯 他在落笔判的时候 他就分外的慎重 这有仁爱之心 有宽爱之心 这个严重的影响了欧阳修 王安石 我们知道王安石是大改革家 可是大家就知道 王安石高改革是做宰相 王安石在做宰相之前 长期在基层任官 朝廷多次主动邀请他到中央来做官 他不去 他只在基层做实事 不到朝廷做大官 这是王安石在他40岁基本的 做宰任官的一个态度 为什么呢 因为王安石的父亲 王安石的祖父 外祖父 表舅 这一大家子好多人 都是近世出身 而且长期在基层任官 他的母亲也是非常有文化 非常有教养的 他不是老在基层做官吗 他为什么老在基层做官 他不愿意扶在上面 想为老百姓做事 后来有的人就问了一个王安石的母亲 说你儿子有病啊 老在底下 老在底下趴着 扑着上去做官 你得劝劝他 他母亲说 我儿子想干什么 他必定有自己的主意 只要他的事情做得对 我为什么要干涉他呢 所以我跟你说 当妈的特重要 有什么样的母亲 起码就有什么样的儿子 在古代因为只有儿子能出来做官 有什么样的儿子 就有什么样的官员 有什么样的官员 就有什么样的官场 有什么样的官场 就有朝廷什么样的前途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母亲对孩子的教育 母亲对整个家庭的氛围 整个家风的形成 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欧阳修 王安石 还有曾拱 曾拱大家得认真学习曾拱 大家说曾拱没什么名气 我跟他学什么 是啊 名气不大的人 不一定本事不大 为什么名气不大 不善于宣传自己吗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要宣传他 曾拱啊 江西人跟欧阳修是老乡 他原来跟随他父亲 在外地做官 18岁回到老家 39岁考中进士 才离开家乡 28年的时间 待在老家干嘛呢 务农 经营家庭 为什么呢 他们家呀 很复杂 有个老祖母 八九十岁了 有个老父亲 还有个继母 还有哥哥 有四个弟弟 还有九个妹妹 家族很庞大 人丁不兴旺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家族啊 比较贫困 全靠曾拱一个人在这谋生活 因为这个原因 曾拱 出去考进士的时间很晚 他39岁才考中进士 但你记着 从他39岁考中进士起 往后又推了十年 也就是说 从39岁到49岁的十年中间 他的家族里头 他的弟弟 他的妹夫 他的堂弟 他的堂兄 算起来 有十个人考中进士 为什么能这样 都是他 一手教育的结果 他自己不但用了 二十多年的时间 经营他的家庭 大家族啊 又用了十年的时间 让他的子弟 让他的兄弟 都考中了进士 你要说 你概括 这是什么家风吧 那就是艰苦卓绝啊 对不对 所以你像这个八大家呀 我们说韩玉 也是从小 父亲去世早 母亲去世早 跟他哥哥长大 培养长大的 他嫂子把他抚养大 所以他嫂子去世的时候 韩玉专门为他的嫂子 守孝一年 这在古代是没有的事情 古代只是给父母和兄弟 会这个守丧 但是没有说给嫂子守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哥哥去世之前 告诉他说 你的嫂子就跟你的母亲一样 他去世之后 你一定要为他守孝一年 众孝道啊 整个八大家 既是文学家 又是官员 又是文人 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 杰出的代表 他们的家风 他们对于家庭的观念的理解 他们在家庭内部走向社会的奋斗 就代表了那个时代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 道德和奋斗方向 希望每一个家庭呢 都有好的风气 都有好的方向 都有好的精神 每个家庭都好了 社会又变好了 社会变好了 家庭也就变得更好了 谢谢大家 您家有家风啊 我们家有家风啊 我们家全部窗户开开 有窗塘窗 我是来自空政文工团的青年演员 我叫刘和刚 第一堂课 我的老师送给了我两句话 就好好做人 好好唱歌 文化训练 文化公开课 隆重登场 给名家八分钟 他们能否打动你 浓缩的思想精华 独具魅力的官员表达 微演讲 大智慧 文化是你 文化公开课 一个全家收看的 爱思想的节目 敬请关注 一个家的故事 一段家庭的记忆 无论我走到哪里 我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好好做人 好好唱歌 不能不蹭 三十亿天 立志能进 家风 塑造心灵品格的无形力量 小诚靠智慧 大诚靠和谐 家风 建设幸福家庭的新乡之气 站在现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坐标 去畅想未来 家风 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源泉 希望每一个家庭的都有好的东西 每个家庭都好了 社会就变好 家风 是传家宝 也是新风上 是优良传统的代代延续 又是传承千年的精神尺度 文化试点 文化公开课 家有家风 敬请关注 对于家庭教育而言 家长的榜样 和家长的言行 是最为重要的 小诚靠智慧 大诚靠德行 所谓家风 就是一个家的精神 一个家里的风格 一个家的生活方式 一个家的道路方向 如影风趣 他的每节课 都像一首诗一样 学生这样评价他 他如一匹黑马 从大学讲堂 跃入电视讲坛 被称为 电视讲坛之鬼才 他就是力波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一个儒雅的江南才 一个只愿开心上课 平淡生活的教书将 儒家家庭教育 包括儒家教育思想 认为教育最根本的 是呵护生命的成长 启发良善的人性 以及帮助塑造有价值的人生 而在中国古代 担当这个作用的 一个重要的平台 或者说一个载体 就是家风和家训 欢迎们大家好 今天想谈一个什么话题呢 这个前一段 我记得央视有个采访 您家有家风吗 您家有家风 这个话题 我觉得特别好 连小朋友都很喜欢 我看也有小朋友回答 我们家有家风 我们家前后窗户开开 有川塘风 相当大的 他家风 其实这个话题 涉及到我们中国文化 尤其是传统文化的一个根本 家风 家训 家春秋 中国人的历史叫家春秋 尤其是在这个历史长河里头 在儒家文化的这个历史长河里头 家风和家训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 也是非常久远的一块内容 因为国必有法 相必有约 家必有训 有家就有家训 而且不论是士农工商 不论是达官贵族 还是普通家庭 都是有的 那么 曾国藩家训 为什么会被称为 古今家训之首呢 中国家训有那么多 对吧 而对他 虽然开辟了洋文运动 实质上他对西方的了解 远不如他两个孩子 曾继泽曾继红 所以他的家训里头 有一句名言 我很喜欢 他说 不能不蹭 三十以前 立志猛进 这是给他儿子讲的 就人生要找立志 立大志 为什么呢 只有立的志 站得住脚跟 碰到人生困境危境的时候 这样才能怎么样 面对坎坷 面对危难的时候 叫什么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源在破颜中 千魔万机还奸进 任而东西南北风 所以他的儿子 你看曾继泽 这个教育成果 我就觉得最典型 最有说服力 国学大师于悦 是最佩服曾继泽 说这个人 气概冲天 糊口夺食 为一代豪杰 为什么曾继泽 有这样的本事呢 当然有才学 有积累 有智慧 但是有大志祥 年轻的时候 参加科举考试 第一次相识 落榜了 回来之后 说我不想参加科举考试 这句话说完 惹了大麻烦了 为什么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 自古华山一条道 只有科举考试啊 对不对 所以家中组长啊 叔叔啊 说你爸爸在外头 带兵打仗 要知道要气疯了 为什么曾国藩 自己就是通过科举考试出头的 当时科举考试的重要性 比现在高考还高 对不对 在座各位当家长呢 你儿子跟你说 爸爸我不想参加高考 你什么感觉 你不得急疯了 是不是 对不对 但是曾国藩知道之后 在外面带兵打仗 写了封信 问儿子 说参不参加高考是次要的 但学不学习是重要的 学习是人生最重要的姿态 是生活的一种方式 你不参加精致科考那些东西 那你想学什么呢 曾几泽说 我想学西方的社会学 我想学数学 好 那就不参加高考了 那你请老师来教这个数学啊 西方的社会学这些 结果那个曾几泽是老大 他其实当然他最早他们增加 还有个哥哥两岁夭折了 他其实是老二 他有个弟弟叫曾几宏 比他小很多 他是参加科举考试 落榜了失败了之后不参加 决定放弃这个科考了 结果呢 上梁不正下梁为 上梁正了下梁也不为 是不是 老二一次都没参加过了 你看他哥这样 立刻写信给他爹 爹我也不参加了 那你想学什么 我想学数学物理学 行 那咱就不参加 学数学物理学 对中国近代史上 第一本电学专著 谁写出来 曾几泽老二写出来的 这个曾国藩的教育 他说读书啊 知识分子要读书 读书是为了什么 他说读书 不过就两件事 一则尽德之事 以求无田所生 一则修业之事 你图安身立命 对不对 就要有专业 你靠这个 在某个生活 某个出路 对吧 但最重要第一是什么 读书是为了 立根源在破盐中 是为了要坐那 泰山顶上 一颗松 不是一颗葱啊 一颗葱一吹就倒了 这是做人的智慧 谈到这个做事之法 莫问收获 但问更云 曾国藩做事 家训中有个著名的武道武情说 他最欣赏的人才 叫什么呢 手道眼道 心道口道 声道 做事情 不要问那个最后的成果 只要全身心的投入下去 把简单做到纯粹 一定会有成果 曾国藩 经常在外头打仗 不是很少 这个回家 很有意思 他的家训 曾记者后来回忆说 他们家最大的家训 他父亲给他家训智慧 叫陪伴 他爹老在外头打仗 是不是 很少在家 最长的时候 四五年才回家一次 哪里有时间陪伴呢 对不对 后来我渐渐理解 真正的陪伴 不是天天腻在一起 真正的陪伴 是精神心灵的陪伴 所以他虽然在外头打仗 儿子的很多心理情况 遇到的事情 他都了解 通过家书家训 和孩子沟通 这才是一个好父亲 曾国藩有一次 打仗的过程中 回老家 难得回家几天 然后让儿子 陪着他去爬山 好容易到山顶 然后给儿子 讲了个人生大智慧 人生只需埋头向前 不要和他人比 为什么呢 人比人比不完的 一山还有一山高 你看你爹我 小时候号称背小孩 比得过你左叔叔 人家号称金亮 天下第一聪明人 别的过你胡叔叔 比不过 虎林一 那也聪明 我只跟自己比 所以曾国藩 给自己取了个号 后来叫什么 叫狄生 什么意思 从前种种 譬如昨日死 从后种种 譬如今日生 人不要和别人比 跟谁比呢 跟自己比 跟昨天的自己比 跟前一刻的自己比 只要比昨天的自己 前一刻的自己 有一尺寸之近 哪怕一小步 也有新高度 是不是 所以走到山顶 讲这段人生道理 眼道 心道 手道 口道 身道 这全身心的投入 一定会有成果 一定会有价值 一定会有回响 所以我觉得 做事 做人 做事我们生活离不开 做人呢 是根本 中国儒家 对个人人生的塑造理念 是要传承文化 文明重任 对不对 所以 讲了那么多 中国发的家序里头 有很多名言 我喜欢太多了 一下说不完 最后再说一个 与大家共鸣 他说 精神 欲用 而欲出 智慧 欲苦 而欲明 谢谢大家 一个家的故事 一段家庭的记忆 无论我走到哪里 我都怀着一颗 感恩的心 好好做人 好好唱歌 不能不蹭 三十一天 立志梦进 家风塑造心灵品格的 无形力量 小诚靠智慧 大诚靠合选 家风 建设幸福家庭的 新乡之气 站在现在 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坐标 去畅想未来 家风 构建和谐社会的 道德源泉 希望每一个家庭 都有好的勇气 每个家庭都好了 社会就变好 家风 是传家宝 也是新风沙 是优良传统的 代代延续 又是传承千年的 精神尺度 文化试点 文化公开课 家有家风 敬请关注 他来自农村 他淳朴善良 天生有一副好嗓子 一首父亲 唱出了他对父亲的 剧情厚爱 他就是空正文工团的 青年歌唱家 刘和刚 刘和刚 出生在东北 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疾病 曾经给这个家庭 带来沉重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家庭中 一对坚毅淳朴的父母 给了刘和刚 怎样的影响 家乡的乡土民风 又给了他怎样的 生活原动力 感谢文化试点 给我这么一次机会 讲出家风家庭 这么一个话题 说句心里 作为一名演员 我还真不知道 从何说起 但是为人子 我可以跟大家 分享一下 关于校正父母 感恩父母的一些小故事 正有请 演讲嘉宾 刘和刚 大家好 我是来自 空正文工团的青年演员 我叫刘和刚 我的籍贯是 山东省 何泽市 聚野县 夏关屯 刘罗村 我本人生在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 拜选县 永秦乡 立宫村二队 我为什么要提 这两个地方 我想我能 从一个农民的孩子 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 跟大家聊天 没有这两个村子 没有这两个村子的 父老乡亲 一定是没有我的今天 无论我走到哪里 我都会怀着一颗 感恩的心 去回忆我自己 感恩这些 曾经在我最艰苦的时候 最艰苦的时刻 给予我帮助 给予我支持 的父老乡亲们 我想对于我来讲 从那样的一个村落走出来 我的父母也是农民 给予我的 家风 我很难去总结是什么 但我自己感觉 我的爸爸妈妈 给我立的规矩 可能至今 在我的血液里 可能这一生 也不会流走 我记得小的时候 因为我已经有了两个姐姐 但是 在这种情况下 在我的家庭里 我从来没有得到过 跟我两个姐姐 有什么样的优势 比如说淘气 比如说不好学习 不听话 我的父亲 同样会责罚我 惩罚我 甚至会 打我 甚至会罚贵 我是在这样一个 规矩下 成长起来的 虽然今天 我有幸站在 这么一个大的舞台上 跟大家交流 我想 这里边 除了我的父母 给我立的规矩 给了我一个好的嗓子 还有就是 我的观众朋友 和我的家人 甚至我现在 的这个身份 我除了歌手 我还是一名军人 家风 对于我的小家来讲 可能这是规矩 对于我是一名军人来讲 这可能是一份责任 比如说 自从我 离开我们那个村庄以后 奋斗到今天 自从我的父母 2004年 跟我来到北京 住在北京以后 每个清明节 我都会带着我的父母 回到家乡去 城里人叫扫墓 我们村里人叫 上坟 每年都会回去 跟着我的父母 由于 近两年 父母年龄大了 出门也不方便了 而且呢 我又有了孩子 但是 回老家 上坟 我还没有忘记 每年都去 为什么要去呢 当我每一次 回到那个 生我养我的村落 看见那里的父老乡亲 看见我爷爷的坟墓 我姥姥 姥姥姥的坟墓 埋在那里的时候 这是我对我 这是对我心灵的一份 进化 更是让我感受到 当初我考 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时候 第一堂课 我的老师送给了我两句话 就好好做人 好好唱歌 只有回到那个村落里边 那里的一切 都会让我想起过去 回忆起过去 那里会教会我如何做人 这份责任 一直会在我的身上 我会努力的 勇敢的把它扛下去 谢谢 画室点文化公开课 隆重增长 给名价八分钟 他们能否打动你 浓缩的思想进化 无据魅力的观点表达 微演讲 大智慧 文化是你 文化公开课 一个全家收看的 爱思想的节目 敬请关注 旁边 瓶和 最后 今 美